8月22日凌晨 刚踏入七夕 微博就酝酿了一个恋情大瓜 不少大V转发李线绯闻女友小雪 网红与网友的聊天记录 大家发现 小雪几乎回答了所有的网络质疑 唯独没有否认与李线的恋情 事实上 相关的聊天记录不是普通交流内容 而是粉丝跟小雪 在某社交平台的留言区撕起来 可能考虑到争执内容会对李线造成影响 小雪很快删除了相关帖子 但一切都太迟了 网友截图保存并发到微博 截图有点多 大家慢慢看 总结一下网红小雪跟网友的对话 她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李线女友 但却特意回答网友提问 是不是瞒着李线曾经生过孩子这件事 她说我需要隐藏吗 对于网友一再逼问 她是否李线女友 小雪这样回应 你去问她啊 看她理你吗 你也只能在我这里 找我找存在感 打了那多字 她都没有直接否认我不是 当然 这并不能证明 小雪跟李线有关系 也有网友质疑 女方是故意蹭热度 达到自我炒作的目的 从小雪与网友对话可知 女方曾有婚事 不过非常短暂 她在20岁时 为前夫生了一个女儿 小雪与前夫的故事 也非常精彩 网友指她小三上尉 前夫为了她跟原配离婚 小雪承认自己收过追求者送的豪车 但否认靠男人发财 她表示自己的经济实力与前夫相当 离婚时也是AA制 小雪否认小三上尉 她说前夫对她死缠烂打 当初追求她时 跟着她到外国留学 陪伴了她两年 因为对方害怕她被别的男人拐跑 小雪从事服装生意 是自己品牌的代言人 在社交网发布了不少美照 她确实是人量身材症 一点都不输给女明星 2019年 李线与杨子主演《亲爱的》 热爱的之后 一夜爆火 外界开始挖掘她的情感经历 发现她曾与超A美女中楚希 有过一段情 李线对私生活极端保护 狗仔队多次跟拍 都没有看到 她与任何女性同框 网友从李线社交网订阅的女性类型 发现她对身材性感高挑的美女 特别有兴趣 是典型的钢铁直男 李线与小雪的绯闻 在今年7月发酵 有网友声称 发现二人关系匪浅 网友的大概意思是 小雪向来没有追星 却无端端订阅李线的战姐 年初又透露自己男友 在北京工作 是湖北人 而这些都是李线的标签 以上信息可能只是巧合 关键是网友发现 小雪这个长期生活在重庆的人 在2023年上半年 微博IP地址与李线高度重合 包括恒电 北京 海南等地 网友猜测 小雪跟着男友到处飞 两人爱得火热 2023年1月 小雪晒出了自己的饭菜 其中一道是胡萝卜牛肉丝 那是李线在采访中说过 最爱做的一道菜 6月30日 李线到海口看周杰伦演唱会 她在现场点了一首歌 事后还在微博发文记录此事 当天 小雪也在现场 但她没有跟李线坐在一起 陪伴在其身边的是一位姐姐 更炸裂的是 网友根据小雪发布的照片 判断她住在海口威斯汀酒店 而李线则被发现 在演唱会一日 与该酒店吃早餐 网友揭发的蛛丝马迹不少 但李线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她跟小雪之间是什么关系 估计要等当事人来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